OdioJungle 去年年底以来,中共外围组织新官会,在铜锣湾闹市,架设灵堂,恶毒侮辱法轮功, 禁忌州还在现场冒充法轮功混淆视听,又拨哀乐和闹时扰民,引发市民和商户不满和愤怒,他们直斥清官会贪荡,破坏失荣兼影响生计,要求警方切实执法将其撤除,有立法会议员指清官会公然撒不仇恨和死亡恐吓,灵堂道具对路人构成危险,质疑警方和有关部门有纵容之嫌,要求特区政府。 制止清官会的非法行径,中共外围组织香港青年关外协会,自2012年成立以来,五年多来不断地侵扰法轮功真相点,去年10月下旬以来,每逢周六周日,在铜锣湾闹市,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附近,架设灵堂样式的大型道具,以及恶毒的方式侮辱法轮功, 更甚是,找人假扮法轮功学员,披码带校播放哀乐,大声呼喊,令附近民众及商户非常厌烦,清官会造假设灵堂侮辱法轮功。 本月13、14日,更在所谓的灵堂道具旁,摆设旁,挂起多幅黄色,冒充法轮功的旗帜,试图混淆视听,继续侮辱法轮功。 法轮功学员,多次向警方报案,投诉不果,期间更发生多位女学员,到警方强行拖走,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学员,被五六名警员包围,前后拉扯他手中的横幅,令他跌倒在地,一度在地上拖行。 刚过去的周六周日清官会依旧架设灵堂,昨日由于附近,有马拉松国际赛事封路,清官会比平时晚了,一个多小时开档,清官会主要投目红尾城,林国安,肖小荣,张刘青,张进宝,在长指挥和录影。 当法轮功学员向市民讲解情况时,清官会将大喇叭,放到法轮功,展示横幅的摊位旁,大声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言论,因附近商铺投诉,警方至少三次要求清官会减低一辆,但不久就恢复一辆。 RFBDUGO等于WIADOWABSBYGOOGLE PUSH 由法轮功学员现场听到林国安向警察施压,要其对法轮功采取行动,你做不做,你不做我做。 法轮功学员当场指责清官会威胁警察压制法轮功学员的活动。 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和平地,拉起横幅,严正抗议清官会侵扰法轮功伸向点,侮辱法轮功的恶行,又批评警方有人不但没有制止清官会恶行,却反过来粗暴躯,逐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。 我们言正要求警方停止诸恶为虐,制止清官会侮辱法轮功的非法行为,拆除清官会的非法摆设,将侮辱及打压法轮功的恶人绳职以法。 铜锣外闹是大型百货公司及连锁商铺林立,是香港市民及大陆游客的购物热点。 纪理所至街更是通往雷员的主要街道,市民游客可谓传流不息,附近的商铺对清官会的行径相当不满,附近药房职员对大纪员表示,不满清官会在闹市设灵堂,除了影响声音,更影响市容,摆好像灵堂的东西当然不好,有时小朋友看到都害怕,他希望警方能处理好。 附近一间连锁珠宝店,职员蔡先生表示,生意受到影响,希望警方切实职访,有说看到灵堂很不舒服,商户生意跌七成响性投诉。 不过附近街道上,有不少电讯业的销售摊位,一位电讯公司职员周先生不满清官会,摄灵堂影响市容,更抱怨自己生意大跌七成,真实影响七成, 他们未收工之前,我们几乎生意都不好,因为别人走过目光,就会帮助他们。 左五正值马拉松比赛崩路,清官会延迟开档,周先生说,没有他们在这里,我觉得很开心,希望每天也跑马拉松。 他又不满警方飞但没有执法,还帮清官会,就算我们早到也好,警察也叫我们给他们摆位, 真是不明白,Aspigo等于WiadoW,ABSBYGOOGLE,BUSH,位于纪律所制街上的名电房,Fashion Walk不责管理的横隆的产职员透露, 他们一直都有向警方投诉,也透露商场内的商铺也有反应, 家常儿童害怕路人反感许多途经的市民也不满清官会。 在闹市设灵堂,一对父母带着男孩路过,母亲表示,不应该闹市摆灵堂,灵堂不止影响小朋友,对大人小孩都不好,男孩就表示看了会害怕, 又父亲带着两位孩子,他直言,观感是好像怕怕的,因为不应该摆在那里。 其中一位孩子,说,很怕啊,因为不知道什么东西,一位图经常者,直言这种现象,不可以在香港存在,香港是一个大都市,世界各地每天也有很多人会过来, 我看到这个不好,不可以,不可以的,意愿谴责清官会行径,促党服务纵容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调查报告指, 清官会幕后操控者是中共党魁江泽民,1999年为镇压法轮功,而成立的特务机构,属政法委系统的中共中央, 610办公室,和中共5X交协会,其香港后台包括前特首梁振英,听命于一手扶植,他上台的江派香港大总管,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, 揭公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指,梁振英当政五年来,警方不断滥权,包庇这些建制派组织,情况严重, 这般清官会的人,大家都会知道他的背景,大多数都是由中央政府中共或者中联办,或者某一些政府机构外支撑他们, 他表示,林郑月娥上任,一直称要改善社会撕裂,令人失望的是清官会依然横行霸道,林唐道具A级路人需拆除。